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还不快来了解一下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那我是徐凌峰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声话大冰块 那今儿呢就是这辆荣威的MamaX试驾这一期 当然了还有一些测试 当然了又是一辆电车 没错又是一辆电车 是因为发动机噪音 发动机振动这块都没有了 但是还是有两个其他的项目 一个是灯光和漆面 好 我们现在就先看看我们接下来几个测试 然后再跟大冰块一块来看看这辆车开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测试就是大灯的通光量 方法都不再说了 然后我们现在都准备好了我们应有的客观条件 所以说我现在直接来看看它的读数到底是多少 好 那最后是5530乐克斯 这就是这辆车大灯的最高的强度 那我们现在这个测试测完了 就5000多怎么说呢 就是应该是LED灯应有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照路吧 好 那现在就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就来测试一下这辆车的漆面的一个色泽的偏差 那也是不再跟大家去唠叨了 相对而有一点点不同的是呢 这辆车它仅仅是引擎盖是一个铝合金的形式 而剩下的位置是钢的材质 但是规则还有规则 我们还是要以这个地方为准去取这个原来的值 好 我们现在来这儿取一个点 看看它的读数到底是多少 好 那么现在已经都测试完了 那它最大的数值是1.24 那是在它后尾门的一个位置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是最后一项测试 就这辆车的原地力矩啊 我们还是把帮发清零清零清零 然后呢 把这个给挂在这儿来啊 然后轻轻的转90度轻轻的转就来啊 还是蛮轻的 这还是很轻很轻的 好 停 1.108公斤 1.108公斤 就是这辆车原地的一个力矩啊 当时呢具体开起来什么样呢 我们之后跟大家聊 好 这就是最后的测试 那么现在呢就把这辆车开起来 看看这辆Marvel X啊 开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 好 那么现在呢就把这辆Marvel X啊 然后开起来呢跟大家去聊聊 当然呢先跟大家去聊一下纸片数据啊 那之前也跟大家聊了 这个车呢一共有两个配置 一个是贵点 一个便宜点 我们这个呢是便宜点的 是一个双电机后驱的版本 那贵点呢是一个三电机四驱的版本 跟大家去念一下纸片数据啊 那对于官方的纸片数据呢 那我们这款车电机的总功率是137千吧 那总的扭矩呢是410公斤米 而贵一些的三电机那个版本呢是 最大功率是220千吧 而最大的扭矩呢是665牛米 那关于0至100加速官方也是给出了数据了 贵点那个4.8秒 没错 4.8秒真的是很快了 那我们便宜这个呢官方给出的数据呢是7.9秒 其实7.9秒也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绝对是一个不怂的成绩了 尤其是一辆电车啊 由于电车它在喜波的一点一下 这是它的这个动力给出来还是很大的 当然呢这个车呢也开长不长时间啊 这真的是优点缺点都是有的 首先呢它的悬挂你能够感觉的非常清楚 就是它的弹量是很快的 很快速 尤其是在遇见那种不太平稳的路 哎比如说就像这一块啊这一块 因为我们每次跟大家去聊的时候都是在这条路走嘛 就是那种那种非常小颠簸的路头 它的悬挂速度的反向是非常快的 就是几乎不会感觉到特别多的颠簸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每一个坑坑派派的地方 这个是做的很不容易的 但是呢它的悬挂的这个速度呢 如果说你会压到一个比较大的东西 比如说减速带你过的稍微快一点的时候 你会明显感觉到它的悬挂弹跳速度有点过快了 跳碗里一下它的避震土没有很好的去把那个后面的那个反应给你拉住 这个会感觉很硬 所以说呢这个悬挂整体的感觉是偏硬的一个状态啊 整体感觉是偏硬的 但是呢总体来说我认为还是不错的 除了预见大的那种弹跳的话呢 会有一点回馈的过于强烈的一种感觉之外 真的我觉得这个悬挂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说说转向吧 转向呢就是跟悬挂有点不太一样啊 首先说呢它在低速的时候 它这个阻尼感觉还是挺舒服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也不轻不重的 相对而言是比较轻松的 但是你开的稍微快点 开的稍微快点 它的放盘马上会收紧 这个收紧呢 它是想体现一个比较运动的感觉 现在是一个慢速 转过来 你看它的回车还是很准确的 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开过那么多的电动车啊 就是有的车就是回馈做的特别的假 好就是转向这一块 就是总的来说呢 正常开来说没有问题 总体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说现在这个更有点颠的这个路的时候 底盘你除了能够听见底下的声音之外 你的轮胎的感觉还是很轻调的感觉啊 因为这东西呢真的很难用语言去表达 就是它是很轻调的一个感觉 好 这就是悬挂跟转向这块吧 其实这个车的应该更多跟大家去聊聊它的三电系统啊 就是它的电机跟变动箱这一块 当然首先呢还是说优点啊 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在正常开的情况下 在正常开的情况下 它的电机的起步 包括说你油门踏下去还是很棉滑的 很棉滑的感觉 我有时候会举例子吧 就说这个车的感觉就是啊 你踩在这个电呢 不同的油门 你踩在电门上的时候 似乎这个电机你是感觉不到存在的 你的身体感觉似乎是感觉不到存在的 你脚一踩下去 这个车就像是自然而然的推走了 就基本上是这感觉 当然呢对于这个车来说呢 它是一个双电机这样一个状态啊 不过我们拆车的时候呢 就不跟大家再去聊这个双电机里面那些内容了 我们在正常开的时候 它是有一大一小 是一大一小 它的大电机基本上是你日常开的时候 你所需要的动力 当你踩的特别使劲的时候 因为它是有一个表可以去显示嘛 当你使劲踩的时候 按照它的功率来说 普通模式下 基本上是超过40%以上的功率的时候呢 它的小电机才会启动 换句话说你在正常驾驶的时候 80%以上都是一个电机在参与工作 这个是它的动力跟电量的一个平衡 但是呢 全部电量的缺点就是因为双电机呢 其实上面的成本会比较高 就是什么呀 就是你想要速度的时候 你全油门踩下去 或者说你在半路你在超车的时候呢 你在那种大脚油门去 你要需要100%动力的时候 这个时候两个电机完全的介入在里面 那平常开的时候呢 只是一个大电机在运作嘛 而且这两个电机在介入的时候呢 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的 不是说哎呦一下 就是另外一个力量进入了 没有没有像那种涡轮实施的感觉 这个还是很顺滑这个事的 好 我们现在呢 跟大家再去聊一下它的ECO模式 跟它的这个Sports模式啊 刚才呢 我一直多次在这种普通模式跟大家聊 好 现在我调到ECO模式 几步 明显感觉电门会沉很多 电门会沉很多 但是呢 在ECO模式下 你使劲踩的时候呢 它的双电机依然会同时工作 只不过呢 你要踩的更深一点 那普通模式呢 在40%左右的时候呢 是一个双电机同时进入 如果说你调到Sports模式的时候 它的区别就是双电机会更早的就介入了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非常缓球班的状态 稍微一踩 两个电机就同时工作了 当然了 这种情况下呢 肯定会更耗电一些 好 这就是ECO跟Normal Sports三种模式的区别 而差别最大的是Normal跟Sports之间 差别还是挺大的 那接着说这个三档不同的回电的这样一个选项吧 现在调回到正常模式啊 正常来说开的话呢 调到二档 调到二档 基本上和绝大部分的汽油车 它的那个拖拽力是差不太多的 是差不太多的 而调到三档的时候 就问如果说你的这个脚法比较好的话 你甚至连刹车都不用踩了 就是这个拖拽力还是挺大的 但是呢 它这个做的还是比较好什么 就是说它在这个减速的时候 并不是那种突然间的减速 它会给你滑一下 我觉得这个车的它的三电系统 无论是你给力也好 还是它在回力也好呢 它整个的还是比较柔和的这样一个状态 没有那种硬邦邦的感觉 跟它的悬挂完全是不一样的 总的来说呢 还是比较平滑 还是比较柔和的 好 我们现在呢 回到正常模式 两档模式 然后是一个no mode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做一个半途的加速 现在60公里的时速 因为现在这条路呢 也不能开得太快 就是这边是一个100公里 这样一条路 60往后的时候 就会非常明显感觉 它的力量没有你起步踩的那么快 我们再来一下 好 现在我们把它滑到60公里 稳住 60公里 123 踩 你看中央没有第二个电机 突然的一下感觉是没有的 好 不能再快了 基本上就是它了 电动车呢 这是它的特性 就说你0至60公里的时候 真的是秒杀啊 无敌 基本上想秒谁就秒谁 总是能够带来这种非常愉悦的快感 即使是在这种相对于人比较拥堵的 这种街上的时候呢 你稍微踩的使劲 都会啊 一下那种感觉还是很有的 因为这种汽油车的话呢 你需要拉的比较快才会有这种感觉 而且这辆车呢 你在120公里续航的时候呢 就是正常的力度去踩的话呢 它的第二个电机也是不会介入的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吧 它的回电的状态 你松脚 它是两个电机 两个电机同时在充电 同时在充电 而且这辆车跟我们开过一些其他的所谓的纯电动车 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刹车系统 它的刹车系统是可以充电的 大家可能觉得 哎 说这个没什么呀 包括我之前试驾那台雷铃的混动 其实也是刹车的时候 是可以额外的充电的 别看这一点也有很多车是做不来的 我们之前也是开过了好几辆车呀 就是它的回电 它的充电仅仅是仅仅是滑行状态下的充电 你额外的刹车并不会给你带来额外的充电量 小伙伴们有没有明白这一点 就是它的额外的刹车是不能带给额外的充电量的 但是这个车是可以的 这样的优点呢 就是它在刹车和减速的状态下边 可以获得更多的电能回收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刹车回电 刹车回电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呢 这种状态会让你觉得 它的刹车力度跟一般的这种直接刹车片 刹车的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它会比较硬 这个刹车会比较硬 就是这个的确是需要适应一些 就是你感觉很硬 这个硬度呢 有点像德系车 因为德系车的刹车相对于是比较硬的 这个硬度呢 你踩下去以后 你踩下去以后 并不会带来你脑海中的应有的这个刹车力度 就是会感觉很变了 但我不说不灵啊 一脚下去该踩死还是会踩死的 所以说呢 这个还是要适应一下 好 这个车呢 关于开这一块呢 基本上可能就跟大家去聊这么多吧 从它的机械素养这一块来说呢 整体来说我认为都还好 我认为其他都还 其实整体的素质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高的 第二点呢 就是补足昨天说的一些东西 首先是它的AR的地图 这AR地图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就是如果点成AR的话 无论是中央屏幕还是前面这一块呢都是可以显示的 但是两个只能选齐一只能选齐一 要不然您就在这个屏幕上面去看 要不然您又在这个屏幕上试看 行吧 今儿呢就跟大家简单的聊这么多 那我们明天后天呢 以及大后天啊 后面三天呢 是对于这辆车的一个拆解 看看这辆MAR5X啊 在大理跟ARX5有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关系啊 真的是不是魔改呢 因为是我们之后几天要跟大家去聊的事 行 那今儿呢 大标社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这段话 当然也是你只会说真话大名话 那我们明天的拆车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